宋美玲,宋家三美中最小的女儿,她是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,也是第一位登上美国国会演讲的中国女性。 今天就来看一看宋美玲在解放前的三段视拍影像,听一听她都讲了些什么。 这是拍摄于1938年,宋美玲主持妇女会议上的人生演讲。 演讲的主要内容是,为抗战做募捐,用来为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孩子购买食物,及新时代的妇女应尽的义务,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。 第二段视频则是拍摄于1943年,宋美玲在美国白宫的演讲。 而她身边的这位女士,就是当时美国的第一夫人,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妻子,艾丽诺·罗斯福。 而宋美玲的此次演讲,凭借自己独特的个人魅力,深得美国民众和政府的欢迎。 要我们的原因是要加热的,有三点我们要注意的,就是我们两个人党有共同的目的。 这一个目的是什么呢?就是我们不但是为自己而抗战,我们为世界的人类而抗战。 使得各个的人民可以得到真正自由、平等。 第二点就是我们两个要有同样的信仰。 同样的信仰。 最后一段视频拍摄于1943年的2月18日,是宋美玲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。 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在美国国会演讲,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二位女性登上的这个讲坛。 首先,我想确认你,美国人们有每个正确,在世界各种各种各种各样的角色。 我们在中国,像你,想一个更好的世界。 我们在中国,像你,想一个更好的世界。 宋美玲以纯正的英语口语,高雅的风姿以及卓越的才华,把中国人民抗战时的英勇事迹,介绍给美国政府和人民。 而这场演讲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国会演讲之一。